Hello大家好我是肥鼠 这次想跟大家介绍游戏霍格华兹的传承 里面梅林的试炼所有种类跟解法 大致可分为九种类型 分别是拉小球 推大球 打碎石球 打碎石柱 跳石柱 点燃火盆 引蝴蝶 修复雕像 以及翻石头 首先介绍拉小球 看到有这种小凹槽的平台 或者是有看到小球分散四处的 就会是这种类型 只要用速速前拉动小球到凹槽 它们就会自动归位 算是前期就能解的类型 困难点只在于 有时小球位置比较刁钻 会被刻意藏起来 所以要用线线形稍微找一下 再来是推大球 这种我会建议等学到了 温卡滇拉维阿萨再来解会比较容易 因为大球非常重 虽然可以靠速速前缓慢带动 但时常因为地形不平就被卡住了 之后学到爆爆炸 也可以用这招稍微推动它 但还是一样很容易卡住 万一大球跑到不对的地方也很麻烦 等在后面一点 学到拉锁数就可以轻松地大力推动了 但也不易控制力道 还是用温卡滇拉维阿萨简单轻松 因为这招可以直接把大球整个浮空自由控制 就像这样 就算这里不小心掉到坑道里 也可以拯救 直接把大球拉上来就好了 再来是打碎石球 这也是前期就能解的试炼 只需用普通攻击就能打碎 比较困难的也就是位置比较分散 会刻意放山坡上或山脚下 稍微绕绕用线线形找一下就好 打碎石柱的试炼 跟打碎石球的很类似 差别只在于 必须学到爆爆炸才能打碎 之后学到大爆爆 我试过也可以打碎 不过必须打两下才行 所以意义不大 有石石柱会被藏在藤蔓后面 所以必须用线线形 才能比较容易找到 直接用爆爆炸 先把藤蔓烧掉 然后再次用爆爆炸 把石头击碎就可以了 跳石柱的试炼 也算是前期就能解的 有两种石头类型 一种会是这种大平台的石头 立足点很大 不过有的间隔会刻意拉得很大 要你极限跳远 只要一旦人物落地 就得全部重来 必须一直保持站在石头上 才能过关 再来是这种小柱子的 有时上面还会摆障碍物 不过因为不现实的关系 可以慢慢处理 但因为立足点很小 即使没有现实急迫性 也还是很容易掉下来 一旦掉下来 也是必须从头来过 只要每跳完一个石头 就会发出钟声当当当的响 我刚开始玩的时候 还以为有时间限制呢 都跳得很急 再来是点燃火盆 这是梅林试炼开始的第一道谜题类型 点燃第一个火盆后就开始计时 必须在现实内把所有火盆都点燃 虽然是第一道谜题类型 但还是建议等学到爆爆炸 再来过这种试炼 因为后面其实火盆都刻意放得很分散 用近距离吼吼烧跑来跑去 根本就来不及 再来是引蝴蝶试炼 看到这种造型特殊的石柱 就是要你四处寻找蝴蝶 然后用路摸丝引导到石柱就可以了 有时蝴蝶位置可能会放比较远 虽然是前期就能解的试炼 但建议能骑扫把飞的时候 再来解会比较好找 不然地面地毯式搜索 有时真的会找得很痛苦 修复雕像的试炼没啥特别的 就是等学会复复修后就可以来解了 丢叶子启动梅林的试炼后 雕像就会碎炼 用复复修一一将它们修复即可 翻石头的试炼则是要等到学会翻翻倒才能解 技巧就是先翻其中一面 翻倒三次还对不上 就先翻另一面一次 然后再回来翻九一定会对上 对上后就改翻另一面也一定会对上 以上就是梅林试炼的所有类型了吧 不知有没有遗漏 建议可以先把前期能解的先解一解 至少先解锁四至八个背包篮位吧 不然背包容量很小 可能过个任务就满出来了还解不完 以上就是这次所有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